一类叫生殖酒精 就是利用生物体的糖类 经由酵母菌的酒精发酵 然后再经由蒸馏存化 形成酒精 利用生物材料做出来的酒精 叫生殖酒精 这酒精的原料可能是来自于 甘蔗中的蔗糖 或是淀粉 或是农业废弃物 就是稻缸 甘蔗渣啦 这些纤维素 你找一些好菌种 分解成丹糖 再用酵母菌去发酵 好 目前生殖酒精 发展最前面的 最快速的 发展最完整的国家 大家都不会想到 是巴西 怎么是它呢 因为在好几年前 曾经发生过石油危机 就是石油超会的 你要买不你买得到 当时巴西就体认 我们的石油靠美国 靠俄国 我们都没有这个 自己机油的能源 太危险了 所以巴西政府决定 他们要自己开发自己的能源 开始种玉米 开始拿到一些糖类来做发酵 他们开始发展生殖酒精 所以他们国内的汽车 必须能够吃 酒精加汽油的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如果你这个车厂卖的车子 只能吃汽油 你卖到巴西是卖不出去的 你必须要让引擎可以 这引擎的汽油是可以加酒精的 所以他们的燃料是汽油加酒精 巴西目前是生殖酒精技术最先进 或是最广泛 或是最普遍推行的国家 因为他们希望能源能够自主 那我们国内有没有在发展呢 有到如果你去加油站看到这个招牌叫酒精汽油 代表这个汽油中已经加了3%的酒精 我们一般称它为E3酒精汽油 为什么叫E3呢 E是ethinol酒精 3是3% 加了3% 那你当然是特制的车子引擎才能加酒精汽油 一般的车子就加95、98、92这样子 所以这些酒精是政府花钱跟业者买 然后混到汽油中卖的 来扶植国内的生殖酒精产业 以上这是第一类生殖酒精